沙巴水务局局长和副局长贪得夸张 两人因为涉嫌利用植物质变 把总值超过33亿令吉的政府基建工程 批给亲戚并从中牟利而遭到反贪会逮捕 之后更是从他们的办公室和住所 搜出了高达5200万令吉的现金 满屋钞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也是反贪会成立以来所扣押的最大笔涉滩款项 反贪会今天继续查封了两名官员的其他资产 据了解执法人员在从其中一名官员妻子 所属的三个保险箱里 找到了75万令吉现金和大量的珠宝首饰 反贪会副主席拿督阿詹巴基指出 这三个保险箱分别存放在亚币的两家银行里 执法人员目前还在点算珠宝首饰的实际价值 反贪会将会传照大约50名证人协助调查这起涉滩案件 这两名高官和家人估计捞取了超过3亿令吉的现金 和名贵物品 反贪会已经充公和冻结至少1亿1200万令吉的现金 和银行存款 首饰94个名牌手提袋 名贵手表 9辆豪华车和127份地契 许多认识这两家人的人士得知消息之后都感到惊讶 因为他们平日形势低调完全不炫富 水务局局长居住在新布兰的移动共管室公寓 除了会换车之外 从来不会高调的炫耀财富 家里没有拼请庸人 衣着简单淳朴 反贪会起货的9辆名贵汽车都属于这名局长的 但是都是在他的孩子的住所里找到 而来自宝佛的副局长同样是为人低调 平时都以一辆5年以上的丰田汽车代步 目前两名正副局长 其中一名官员的拿都吉哥哥和会计师 已经被扣留住查直到下个星期二 NTV7综科报道 这支是 最者的练列 很多人 第五人 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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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架